你的皮肤真好 你这是干嘛呀 又不是第一次看到 其实啊 你看上去比十几年龄要年轻多了 你这是在夸我呀 还是在嫌弃我呀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其实 你还能生孩子的 都这么老了 还生什么孩子呀 现在不老 咱们俩应该要个孩子 你不是有晨晨了吗 还要孩子干什么呀 恰恰多可爱啊 一个我生的那样的孩子 我告诉你啊 你是第一个这样对我的女人 这要是你 这要换成别人我告诉你 我拉着她的玻璃 我啪啪啪啪啪 你 你说什么 我说佳佳很可爱啊 佳佳是谁啊 你不会告诉我 我连家家都不认识吧 我不知道啊 天婉 你到底是个怎样的女人呢 我怎么了 你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要了 别装了 我见过张晨英了 你不会要告诉我 你连蒋晨英都不认识吧 看吧 被我说对了吧 你先别说啊 让我继续猜一猜 应该是 你青梅竹马的女朋友 突然跟有钱人跑了 跑了以后呢 还说了一段刺激你的话 比如说 你这辈子也给不了我想要的 我说对了 你怎么知道呢 小说里都这么写的 我又猜对了 不会吧 一点学念都没有呀 其实你不懂 我都说对了 行你说你懂 那你说到底怎么回事 说吧 是我妈 你妈 别骗人了 跟有钱人跑的那个是我妈 真的是你妈呀 我骗你了 来来 我开玩笑了 对不起对不起 我开玩笑了 你是开玩笑吗 你别这样了你 你知道你心里难受 我理解你 干嘛呀 没错 贾成音是我的前夫 你很厉害把他给找出来了 但是佳佳 那个女孩 她不是我的女孩 你什么意思 什么叫不是女女 你别问了 这事跟你一点关系没有 那的确不是我的孩子 行行 就算不是你的孩子 那蒋成音总是你的前夫 是 我就不明白了 这有什么好玩的 你为什么从来不提他的事 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我为什么还要提他的事呢 既然没关系 你为什么还去见他 这是你们俩吗 同拍 没那闲工夫 那谁拍的 这你们吧 你自己做的事情 你心里最清楚 我做什么事了 就算我去见他 光天化入公众场合之下 我们能做什么呀 那既然你什么都没做 为什么不敢说出来呢 不是不敢说 是我不愿意说 静怀 你摸着良心好好想想 你现在是我的妻子 你背着我跟前夫见面 难道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原来你一直都在跟踪我 你到底跟他见了多少面 与你无关 无关 我才是你的丈夫 你要搞清楚了 我也请你记住 我是你的妻子 不是你的囚犯 我的事情你应该尊重 而不是偷窥 停满 你怎么在这儿 没事 坐公告去 去哪儿 我来 我去哪儿 你为什么要做这是 是尊重 我再去了 你为什么要做 我来 无论 你 终子 我来 照片是你拍的对吧 是我拍的怎么样 不是我拍的又怎么样 要想人不知 除非寂寞为 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我爸爸他爱的是我妈妈